中台小犬的最新动态 从云图上来看到 他真的已经在家门口了 真的离我们非常接近 距离鹅软比东方 大约已经不到300公里了 所以说呢 从今天开始到周五 会是他影响我们最为剧烈的时候 不过因为他速度稍微有点慢的关系 所以说七级暴风半径 要触路的时间 稍微延后一点点 大概是在9点多左右 所以说要特别提醒 从今天上午开始到周五 将会是风雨最明显的时间点 那么也带你来看到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 他其实尤其是昨天 有点往北北溪的方向前进 但是因为从现在开始 北边的高压有点增强了 所以说呢 接下来他会往西移动的分量 变得比较明显 那么如果依照这个速度 还有路径都正确的话 我们来看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 在稍后没有多久 他的暴风圈就会接触到 东南部的陆地之后 预计呢在明天的清晨这段时间 中心点就会登陆台东到 恒春半岛一带 不过因为它的速度很缓慢 现在时速大概只有 10到12公里左右 所以说呢要等到 暴风圈完全脱离陆地 可能要等到周五的清晨 这段时间了 所以说影响的时间很长 海陆景发布的时间也会被拖长 包含在苗栗以南地区 还有整个东半部 目前都是涵盖在陆景范围之内 海景的部分呢 则是全台湾各个沿海地区 都要严加戒备 那么我们也来看到的是 在降雨的部分 从昨天晚上开始 台中以北地区 还有宜兰地区 包含北花莲 就已经有间歇性的降雨 现在持续也都是 有雨的状况 气象局也针对了这些地方 发布了大雨 还有豪雨特曝 也带你来看到 目前呢 在宜兰太平山 包含昨天晚上的一个 累积雨量 已经来到130毫米 那么包含北部山区 有的地方也已经接近 快要100毫米 今天呢 在整个北部山区 宜兰地区 整天的降雨是持续的 但是花莲台东 是我们这次预计 雨势最为剧烈的地方 目前暂时还没有看到 主要就是因为 它的雨带还没有扫入 可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要特别注意的是 花莲地区预计在中午过后 就会有明显的雨势出现 台东地区可能会是在 入夜之后 雨就会越来越大 那么另外呢 还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在南部地区 当然会因为 中央山脉的阻隔 今天呢 在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可能还不会有明显的 雨的感受 不过到了明天 等到它的中心点 通过中央山脉之后 包含高平地区 也开始会有出现一些 局部的大雨 还有比较明显的 进些性雨势 那么包含在 我们刚才提到的 东半部地区 整天的雨势都是很明显的 尤其是从今天晚上开始 越晚雨越大 那么到了礼拜四 台风中心点 如果登陆的话 当然最剧烈的地方 就会是落在 我们提到的 花莲台东到 恒川半岛一带 以及中央山脉 靠东侧的这个地方 都是有可能出现 豪雨等级上的 一个强降雨 那么什么时间点 会稍微的缓和下来呢 几个这个时间 再帮您做个统整 在今明两天 台风影响最为剧烈 包含东半部 北部 雨势比较大 晚间开始 花东恒春 风雨就开始剧烈了 那么明天呢 东半部 持续出现好雨 南部 澎湖 风 雨都很强大 各地的风 也很强 要等到礼拜五 台风稍微远离之后 雨才会开始 慢慢的缓和下来 但是水气还是很多 所以说呢 还是要留意一下 它最新的状况 如果跑得快一点 慢一点 影响的程度 都会不同 那么这一次的 总雨量预测呢 也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在东半部地区了 山区的部分 总雨量可能会飙到 800 甚至到1100毫米 这在山区 是很容易造成一些 土石流危险的 所以最近这几天 甚至包含在这个周末 我都会建议观众朋友 先不要前往 东半部的山区 那么平地的部分呢 大概是在500到800毫米左右 南部的部分 特别留意在恒春半岛平地 可能也都会有400 以及山区700毫米 这样子的一个蛮惊人雨量的哦 那么另外呢 在风的部分 也已经开始感受到了 其实在蓝雨 昨天就已经有出现 11级的强阵风 那么随着台风的中心点 今天逐渐靠近 今天晚上到下午 这段时间就要留意了 东南部地区 恒春半岛澎湖 是有可能出现 12级强以上的强阵风 特别是在蓝雨地区 是有机会出现16到17级 这样子的强风 是连树都可以连根拔起 那么9到11级的部分呢 是桃园以南 花莲台东 恒春半岛沿海空旺地区 还有里岛地区 都也会出现 这样子可能会造成灾情的一个强风了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 今天下班下班课之后 尽量是待在家中 而未来的一个风场变化呢 也带你来看 在今天晚间随着风逐渐增强 到了明天 中心点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红色的区块代表的是 可能会出现阵风11级以上 那么另外呢 在深红色的部分 是有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这是落在刚刚我提到的 台东 还有蓝雨绿岛 恒春这个地方 那么要等到礼拜四 礼拜五台风慢慢远离之后 在东半部地区的风 才会慢慢的稍微缓和 大概在9到10级左右 而另外在台湾海峡的部分 因为定型的关系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在这几天 其实风还是很强 特别是桃园到台南这个部分 也是会因为这样子 出现一些强阵风了 如果是机车族 就要特别注意你的安全 而浪的部分呢 其实昨天开始在花东地区 也出现了5米的一个浪高 那么特别是在 靠近台风中心点的部分 是有可能出现5到8米 以及甚至到10米的一个巨浪 所以说呢 包含在东半部 恒春半岛沿海 浪高是可能会来到7到10米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马祖也可能会出现长浪 长浪就要小心了 可能您没有发现 它也许看起来还好 但是一进到 这个靠近比较岸边的时候 是有可能会掀起很大的一个浪花 这是很容易造成一个轻忽 还有危险的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这几天先暂时不要前往山区 还有海边的一个部分 特别是在稍后 暴风圈即将就要触碰到 我们东南部的一个陆地了 今天的午后到晚上开始 花莲台东风雨都会越来越明显 一路下到明天后天 所以说到周五之前 提醒大家 对于台风都不能掉以轻心 以上是这节气象 再把时间交换给好听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